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人工智慧浪潮席卷全球下,美股一兆市值俱乐部将迎来重要新成员。 回答5月底,股价上涨3.8%至404.25美元,市值超过一兆美元,稳坐全球市值最高晶片公司。 仅次于苹果、微软、阿美、Google母公司、Alphabet和亚马逊,位列全球第六。 作为AI晶片行业的领跑者,实际上,回答股价今年以来已上涨约160%。 而基于行业的大量需求,回答2024财年第一财季,实现了远超分析师预期的业绩增长和指引。 这是推动其股价单日涨幅近2000亿美元,乃至逼近一兆美元的核心原因。 在半导体领域,回答当前的市值独领风骚,接近于两个台积电,八个英特尔,五个AMD。 回想五年前排赛第一的三星,现在市值仅为3653亿美元。 而更早之前,不罢半导体榜首多年的英特尔,市值目前仅为1251亿美元,距离跌出前十几一步之遥。 让回答越至一兆市值俱乐部门前的,是回答对下个季度的营收展望,让人震惊。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公司现在已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订单,正增产已满足激增的数据中心产品需求。 因此,回答信心满满的,对下一财季给出110亿美元营收指引,上下浮动2%,同比增长32.7%。 而这笔华尔街分析师平均预期的71.8亿美元,高出达53.2%。 可以看出,回答释放出如此的前景,把华尔街都称得过于保守了。 目前,全球生成式AI浪潮,正带来庞大且快速增长的晶片需求,而回答被视为是满足这一重大需求的最关键供应商。 投行摩根大同认为,凭借GPU和网络产品等硬体产品,回答今年将在人工智慧AI产品市场中占据高达60%的份额。 而这就是回答做出如此营收增长预期的根基。 回答6月初,总是值稳定在9500亿美元左右。 换句话说,5月底的回答一夜涨出一个AMD,1.6个英特尔。 而黄仁勋的财富也成是在一天内暴增64亿美元至340亿美元。 随着AI兴盛带来创纪录的销售额, 回答也已然处于ChatGPT掀起的生成式人工智慧风口的底层核心。 正如黄仁勋所言,生成是AI的出现为其筹备了一段时间的运算平台触发的一个杀手级应用。 实际上,回答也遇到过多次风口,不止一次乘着风向上跳跃。 过去几年来,回答的市值增长曲线城市抖了三次。 2017年,在加密货币热潮下,回答市值首次突破千亿美元。 2020年,受益于大流行催动数据中心业务快讯增长, 其市值突破三千亿美元,首次超过英特尔, 成为美国市值最高的晶片制造商,全球第三大晶片公司。 2021年,随着元宇宙兴起以及加密货币迎来第二春, 回答市值一度突破了八千亿美元。 然而,风总有消停时。 在经历了五年的爬升后,2022年,回答迎来了黑暗时期。 在大流行红利消失,元宇宙热潮退却, 叠加美联储加息,经济增长和需求放缓情况下, 诸多科技股受到重创。 其中,回答的市值从超八千亿美元一路跌到了 2022年10月的不足三千亿美元。 要知道,就在2022年9月的GTC大会上, 黄仁勋依旧在卖力地主打宣传元宇宙, 但或许谁也没想到,短短两个月之后, ChatGPT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人工智慧热潮。 这一次,回答不仅凭借长期布局和机电乘风而上, 并且通过AI专用晶片和CUDA深度捆绑独居舞台中央。 自去年底ChatGPT引爆声称式AI以来, 短短半年间全世界都陷入了AI狂潮。 凭借多年的耕耘布局和浪潮来袭时的快速反应, 回答通过专用GPU产品线的迭代更新, 以及CUDA并行运算平台的加持, 从产品本身和通用性上筑起了AI晶片的壁垒, 短期内无人能破。 目前,黄仁勋正在带领回答加固这一领头羊宝座。 例如,黄仁勋5月底在NVIDIA Computex2023演讲中, 宣布推出搭载256个GH200 Grace Hopper超级晶片的, 新型DGX GH200人工智慧超级计算机。 他说,DGX GH200人工智慧超级计算机集成了, 会达最先进的加速运算和网络技术, 以拓展人工智慧的前沿。 生成式人工智慧应用, 将很快在运算能力方面获得巨大提升。 据悉,DGX GH200搭载256个GH200超级晶片, 每个超级晶片有一个GPU, 这意味着DGX GH200将有256个GPU, 而上一代型号只有8个GPU。 回答方面称,其新型超级计算机将允许开发人员为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复杂的推荐演算法, 构建更好的语言模型,并创建更有效的欺诈检测和数据分析。 目前,该生成式Ai引擎已投入量产,将于今年年底上市。 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慧、迅猛发展和数据中心建设如火如荼等刺激下, 各大互联网、云端服务、晶片、AI公司以及投资机构、炒家等轮风而动, 掀起新一轮科技淘机盛宴。 于是,回答旗下A100、H100、A800和H800等高效能GPU晶片应声而涨价, 尤其旗舰级GPUH100,4月中旬在海外电商平台就已炒到超4万美元, 甚至有卖家标价6.5万美元。 同时,回答的中国特工版A800和H800GPU也面临哄奖, 据悉A800已涨至约8万至8.5万元, 而A100已从原本的6万元左右一路涨至12.5万元,并且难以买到。 对此,Sasquahane一名分析师指出, 回答四大业务板块的增长速度至少是半导体行业总体增长速度的三倍。 另外,Needon一名分析师也称, 他们认为所有逆风都已经过去了, 预计回答有能力在短期内满足与AI相关的需求。 虽然其股价之前出现一些峰值和低谷, 但他们认为随着时间推移, 回答的估值可以达到1兆美元。 他给出的其目标价为460美元。 业界分析认为, 回答如今如日中天, 一半是基于自身努力, 另一半是同行衬托。 除了AMD能在游戏领域构成竞争, 英特尔等竞争对手上难与回答在GPU领域一战, 尤其是数据中心专用GPU领域, 而规模更小的对手甚至还没能挤上AI晶片牌桌。 但随着竞争对手纷纷加码和国际地缘形势演变, 回答潜在的挑战不可避免。 微软、Google、亚马逊等科技巨头 都在积极自研DI晶片, 并将其整合到云端服务等业务中, 美国晶片禁令也是回答在中国市场面临挑战的。 另一方面,对于回答而言, 市值达到一兆美元将是一个重要事件, 但如何站稳脚跟, 常驻一兆俱乐部才大是问题。 此外,更大的警告, 可能来自其他市值已经突破过一兆美元大观的巨头, 诸如苹果、亚马逊、 Alphabet和微软在市值首次触及这一水平后股价都出现了下跌, 而目前市值分别为6728亿美元、 6376亿美元的Meta和特斯拉至今仍未回升到这一水平。 由此,未来AI晶片市场是持续火热, 还是逐渐趋于冷静, 将深刻影响挥达, 未来是否能真正站稳依照美元市值的位置。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感谢观看,